主角 豬腳一段出來 Q彈豬皮搭配著軟嫩的肉質 讓人食指大動 這家連續四年獲得 米其林必比登的豬腳店 最近在店門口貼出外帶 收五元小費內用收十元小費 引發民眾反彈 就是好像沒有一定要投 但是如果太多提醒 就太多了 再怎麼好處 我覺得你這樣子的話 我也是不會去想要死的 民眾大家都覺得 這等同是變相漲價 直接來到主角店店內的每張桌子上 都放了一個主公的存錢筒 上面貼著請投十元小費 老闆解釋這些存錢筒 放了一年半 並沒有強制民眾要投多少錢 只是為了鼓勵員工 最近才在門口貼出收小費的公告 小費的性質就是說 要鼓勵全體的員工 完全是給員工的 老闆說店內三十位員工 一個人一天要處理將近五百張的訂單 難免會批發 利用小費機制 是希望可以啟發員工的動力 不過主角店內用外帶都要收小費 不但引發消費爭議也讓國稅局關注 如果說他買便當以外 他還要付個五塊四塊錢 而且是以營業人名義來加收的話 這個照規定是要列入銷售 然後開發票 要課增營業稅 國稅局說台灣法規上沒有小費的說法 因此只要以店家名義收取的額外費用 都應該開發票 將會派人前往店家 稽查釐清 華視新聞的選張志君 台中報導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